大家好,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我曾经用过的中央处理器 这里面有台式机的,也有笔记本的 有英特尔平台的,有AMD平台的 有近期的,还有早期的 和各位分享一下 从1996年到2021年 这么多年的跨度,看看他们之间的性能区别到底有多大 因为这些电脑都是我用过的 我比较有发言权 我们一边看跑分,我一边和大家分享我之前的感受 这样比较直接 这也算是我的一个纪念,一个记录 也希望对你有帮助 下面正式开始 我们按照重新往旧的顺序 现在是2021年的6月27号 我当前的台式机 现在录屏的这台台式机 它的处理器是智强E3-1230V2 先从它说起 这台处理器 我感觉它的综合性能很好 是我2017年购买的 买的二手 当时花了900多块钱 主板用的是华硕的B75 也是二手的 是200多块钱 现在这款CPU 它的价格是200多块钱 在闲鱼淘宝都有卖 一直用到现在 还是挺够用的 其实我的台式机 用途比较杂 比较综合 比如日常办公 玩玩模拟戏游戏 还有做一些 简单的视频 编辑导出 图片处理 做的网站 看看电影 听听歌 在这个CPU之前 我用的是AMD的 简称叫X4955 X4955 这是四核四线程 是2009年的 比这个更要早一些 这个处理器 怎么说呢 性能不是很好 发热也比较严重 我是2014年买的 用到2017年 就把它卖了 买了左侧的E3V2 从性能对比上看 E3V2只增加了26% 但是我的实际感受 我感觉得有100%的性能提升 它的跑分是59% 但是从使用角度来看 左侧的E3V2特别好用 右侧的955不是那么好用 在955之前 用的是X2240 这款处理器 它的性能更弱 它是惠普台式机自带的处理器 双核双线程 它玩游戏的效果不好 才换了X4955 因为不用换主板 不用换内存 直接换个CPU就可以了 那个X4955是这块主板 能用到的最高的CPU了 当时我还换了一个散热器 一个九州风神的黑玉之尊 那个散热器比较小 因为这个机箱也比较小 这个处理器 我是2013年买的二手 2014年就给它淘汰了 换了X4955 然后到了2017年 换了这个E3V2 这是台式级的部分 下面再说一下笔记本 现在我的笔记本是苹果的 MacBook Pro 2014年买的 它的型号是 i5-4258 4258U 它是双核心四线程 2.4G的海斯威尔 看一下它们的性能对比 E3V2它是28% 56% 但实际感受差别还是很大的 右侧这款处理器 虽然性能也还行 但是它毕竟是移动端的 感觉比较孱弱 不如E3V2劲大 抗噪 左侧的E3V2 它是2013年的 右侧这个海斯威尔 它是2014年的 虽然算是同代 同年 差不太多 但是过了这么多年 右侧这个几乎不怎么能打了 我不怎么喜欢用这款笔记本了 最近准备换M1芯片的MacBook Pro 或者是等M2芯片的 我准备换掉它 但是这个呢 其实也该换了 但要不是Windows 11 我也不想换它 它还能继续用 看来这个参数也不能显示真正的速度 我感觉它的速度应该是它的至少两倍到三倍起步 在这个苹果笔记本之前 我用的是SyncPad X200 它用的CPU是P8400 这个P8400 我是2009年买的 用到2014年买了苹果本 就把它给卖了 当时2009年花了6000多还是7000多 从亚马逊买的 那时候卓越被亚马逊收购了 变成了亚马逊 当时这个本 它是机械硬盘 160G的 我还买了一个英特尔的60G的固态硬盘给换上了 性能还是不错的 用了四年 其实也还能用 但是我当时想用用苹果 就把它卖了 还卖了1500块钱 它是双核的 那时候还没有i3和i7i5 只有酷睿和酷睿2 它的性能差了94% 当时我从X200换成苹果本 感觉变化也是挺大的 它性能提升了52% 得分115% 差不多 差不多是这个性能 更换之后感觉很明显 接下来说一下下一款笔记本电脑 在X200前面 我还买过一台戴尔的笔记本 是2005年买的 它的处理器是奔腾M1.6G 是从戴尔官网买的 主要是家用和工作 从2005年用到了2009年 这台笔记本的速度谈不上快 中规中矩 后来我查了一下 这个CPU是130纳米的 现在动不动都是7纳米 什么5纳米 14纳米 2005年那个年代 2005年那个年代还在用130纳米 顺便说一下那个X200 CPU是8400 是2009年买的 那个CPU是45纳米的 从130纳米变成了45纳米 然后到2014年我买的那台苹果笔记本 它是22纳米 这三台笔记本从130纳米到45纳米 再到22纳米 在之前说的那个三台台式机 从最早的2013年购买的 AMD Aslon X2-240 那是45纳米 然后换了X4955 那也是45纳米 然后到2017年买的E3-V2 这是22纳米 两个45一个22 这近期三台台式机和三台笔记本 就算说完了 然后接下来呢 再分享一下更早的台式机